今天我們要來做焦糖布丁 準備的材料有蛋4個糖50克牛奶500ml 底層焦糖的部分糖50克冷水15ml熱水30ml 首先先來煮焦糖拿一個小鍋子倒入砂糖及冷水 將糖及水混合均勻,用中火煮至變成褐色 過程中記得要不斷的晃動鍋子 湯只要滾了就會很快的變色 等一下如果覺得鍋子很難洗 可以加入牛奶以及茶葉煮成焦糖奶茶 這樣子鍋子就會很好洗了 糖變色之後關火 拿熱水小心的倒入焦糖中 接著把焦糖倒入布丁盒裡 接下來用小火加熱牛奶倒入砂糖攪拌 等糖融化之後就可以關火囉 剛煮好的牛奶先放一邊放涼一下 我們先來打蛋 接著把剛剛放涼的牛奶倒入蛋液中 並且攪拌均勻 把混合好的蛋液及牛奶過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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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著把過篩後的蛋液倒入布丁盒裡 接著把過篩後的蛋液倒入布丁盒裡 其實我的材料量比較適合做四個布丁模型 但是有時候就是會被打到 所以這次還是做了六個 烤盤上加熱水 布丁蓋上鋁箔紙 放入烤箱 烤箱 烤箱160度烤35-40分鐘 烤後晃動不會有液體就完成了 出烤箱後放涼 接著放入冷藏 布丁可以上桌囉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Youtube 訂閱 點讚我的粉絲團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 看到烤箱 加熱水 仔細小麗 握